等一下就去那靠腰肉去忙 大家好 我是三百個好道店的瑪莉亞 說國語有點不標準 因為我台灣小孩 我非常榮幸可以來錄音 還來配音 我覺得是讓我給你很大的挑戰 就是在錄音就讓我 給我發覺說 我的大小孩越來越無練 回家的感覺 對我走 我去吃他們的腳蹭 我的腳很爽耶 到底有騎檔給我桌子嗎 可以罵人嗎 可以啊 不確定 不會生意啦 我又不肚子啦 我不會來罵人啦 不肚子啦 我為什麼要嚇死呢 沒有啦 跳得不夠好 遊戲裡面有很多的那種 大家在打遊戲都知道說 它是固定的詞句 可是因為我要去配音 就是配成 我跟大家一起在玩 玩的時候 可能我來看大家的我 快點快點我請 來我請啦 我不會說快過來我去旁邊 一定要腳蹭嘛 要腳蹭啊 要腳蹭啊 一件東西 來我去我的腳蹭是 沒關係 真的是很開心 我感覺實在是很幸運 我真的從小到大 小的眼睛發白的 會走 會照明 會照明 我還算過遊戲 我來我的腳蹭 我去旁邊 從這個 絕地求生演出來後 因為我們那裡通過 大家都在拍 就那個人在玩我 在那裡看 喔是這樣喔 所以在那裡裡面 而且他們就這樣有沒有 你往前衝對 好 遊戲的拍攝過程當中 我也覺得 大家都很認真 不單單是 自片啊 導演啊 所有的工作人員 到現場都是一樣的 沒有輸我們在拍電影的叫做 我們酒店的部分 有很多的就是打鼓的畫面 配合到我們這裡 有需要拍遊戲的過程 很刺激的 在那裡閃啦 在那裡閃啦 閃啦 這是一個不一樣的體驗 原來 當你在打遊戲的時候 它會讓你有一種 團體的那種力量 我們要怎麼去 很多的激動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個在遊戲裡面 所以 講真心的 我在這一次 又可以幫忙配搭音 我覺得好興奮 快來幫忙 像我寫在生遊戲的時候 這樣喔 要給我幫忙活著 媽媽再一次的邀請大家 我在絕地求生M 等你喔 大吉大利 今晚吃雞 快來 米外的腳踩後面啦 是我的後面的味道喔